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李沃强 李教授欧门深入平息 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老师 中国大陆人行宣布降准两码 这是人行今年以来首度全面降准 您可以先帮我分析一下 主要的原因何在呢 这个人行在去年的二月份到现在 已经有这个五次的降息 跟五次的降准 那事实上这个降息和降准 也在市场的一起之内 我觉得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下行 因为中国呢 从前年呢 这个7% 那已经是24年来的一个新低 但是在去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呢 掉到这个6.9% 这是25年来的一个新低 所以这个全球对中国经济下行呢 一直存在疑虑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中国人行呢 也不得不去降息来刺激经济 那第二个因素呢 是股市的这个因素 因为中国的这个A股在去年的6月10号 创下的新高之后 开始呢 因为很多的这个因素 包括宏高出头啦 或是这个市场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影响 那整个股市呢 局级的下降 所以从去年6月份的一个最高点到目前的这个大概2700点左右 那整整呢 这个跌了五成 所以这个要去刺激股市 那当然一个方式就是溢注市场的这个流动性 所以采用降准啊 这个方式事实上就是这个增加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啊 营造比较宽松的一个这个资金环境 那第三个因素就是这个中国人行 他为了维持他人币汇率的一个稳定 所以呢 这个他不惜呢 用这个干预的手段 但是干预的手段呢 必须要付出比较多的这个外汇的这个准备 所以第三个因素就是所谓一个外汇准备的这个减少 跟所谓外汇占款的一个减少 那外汇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人行的这个外汇储备 从过去最高点的大概是3.9兆美元 那因为呢 才干预的这个手段 所以他必须要这个以外汇准备来这个去购买 比如说美元这个资产 所以再加上这个资金的外流 那目前呢已经减少到3.3兆左右 所以这个是他必须要持续采取这个电话宽松政策的一种这个手段 是 老师这次人行宣布降准两码会采生哪些效果呢 对 他这次义故是可以释放出大概7000亿左右的人民币 那当然我刚也提到了 这个因为目的是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这个挹注市场一个流动性 那对刺激经济来讲 那可能会有一些疫情的效果 但是呢 这种货币政策一般要有效果显现出来 可能要一段时间 我们讲过去这种传统货币政策来看 大概就是要半年左右 效果才会出来 所以现在还必须要再持续的观察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为这个降准的这种方式 那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人币汇率的波动 所以我们看昨天今天人币的这个波动就比较大 那第三个这个效果他是提到了 所以因为在3月5号要开两会 就人大跟政协这个两会 那特别这一次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 在去年提出了所谓供给测的经济学 那这个跟传统我们需求面的 这种刺激景气的方式是不太一样 因为需求面就是说 那透过消费啦 透过投资 透过政府支出 来刺激经济 但是这个我们也了解呢 大陆在这几年 因为这个产能过剩 所以供给测的经济学呢 它就是要从供给面去解决 这种经济吃饭的这样的问题 所以包括了这个产能的消化啦 包括库存过多的消化啦 包括这种金融杠杆 这比例过高 这些问题 所以事实上它降准这个目的 一个也就是要配合这个供给测的经济学 来营造整个市场资金比较宽松 有利于习近平 他在推动这个供给测经济学 这个措施 是 老师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包括中国大陆采取 您刚刚讲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有的供给测经济学 那我们台湾要注意哪些部分 我想这个降息降准 这个也就是说 目前全世界呢 在刺激经济所采取一种 这个所谓这种传统的这种货币政策 但是传统货币政策 现在已经这个像欧洲啦 美国啦 像日本 他们现在已经比较不采取这种方式啦 因为这个利率已经非常低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采取这个所谓QE的政策 或者是现在用这个忽略力的这种手段 来刺激经济 所以台湾呢 这个在大陆相对这个降准 或者是这个过去的几次这个降息的 这样一个压力下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一些媒体也有报道 那台湾可能在从去年这个会的升息 那台湾降息之后 那可能这个疫情呢 在这个月最快这个也或许 也会采取降息的这个手段 来刺激经济 因为台湾在去年到现在 我们出口已经连续了 12个月是负成长 那我们去年的经济成长力 也这个没办法保一 那今年上个月 那一些研究机构也调降了 今年的这个景气的这个预测 我们一估 像最低的预测到这个1.45左右 所以这个为了刺激经济 我想降息还是一个 这个传统的一个刺激经济做法 是 老师另外您稍早 请到这个人民币的汇率部分 我们知道刚刚在上海落幕的 这个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这人民币汇率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集团体会议有哪些的焦点 又带哪些的启示呢 那集团体呢 事实上是全球一个重要的一个论坛 因为它占整个全球的GDP啦 人口啦 这整个对全球经济成长的这个贡献度 这个都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这个在26、27号 在上海举行的会议闭幕之后 它也发表了一个公报 那公报里面 事实上不外乎也就是说 第一个部分就是全球经济成长 还是这个迟缓 那这个部分也呼应到这个2014年底 那个IMF的主席拉加德 他所提到的 就目前呢 全球经济是处于一个新平庸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这个低成长 还有这个低通膨 还有一个低利率 目前是一个常态 所以去年经济涨无力 那今年疫情大概是如此 所以他也提到说现在很多国家 那为了要刺激经济 采取这个量化宽松的政策 甚至采取这个互利率 但是这个量化宽松政策 或者互利率其实呢 就是一个以林维护的政策 那宽松政策呢 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货币的竞变 那互利率呢 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互作用 那特别是对银行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冲击 像日本呢 在二月开始实施的负率率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个本来他是要让日元呢 贬值 可是日元呢 这个是升值 那就并没有达到他一个目标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日本的银行股在两周之内 他也跌掉了大概30% 所以这个对银行的一个信贷 对于他们的所谓一个利息收入 冲击是这个相当大的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像他也建议说 各国应该回到正轨 那所谓正轨就是 过去我们所讲到的传统的财政政策 当然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 但是财政政策来讲 这个我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所谓提振消费跟投资 扩大政府支出 那这样来做 那事实上他所造成的这种 负面的冲击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那要去透过这个财政政策 来刺激经济 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困难 是 因为全球跟各国的整个 货债的比例持续在上升 所以要达到 这个刺激经济的这种效果 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特别是针对中国人民币 汇率贬值的问题 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 事实上一直在希望中国能够有比较正面的回应 就不要让人民币发生重大贬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包括人行行长周小川 还有这个李克强总理 包括他们财政部长 也理事发表声明说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一个稳定 但是我想因为整个人民币的贬值有它很多市场的因素 那能不能去达到这个稳定 而不重贬 那我觉得还是未来是有些疑虑 但是以目前这样来看 那事实上中国人行来讲 它也是这个进退两栏 市场因素逼得它要贬 可是呢国际的压力 又希望它能够维持汇率的稳定 所以到底未来是胜是点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老师您想说 现在目前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呢 将成为新长代 那面对这样的状况 台湾要怎么样来因应跟注意呢 这台湾竟然啊 也不太高 所以目前能够采取的一个做法 当然就是透过这个降息的这种方式 那另外一个 因为台湾要采取这个整个扩大政府投资的这个方式 这个是可以进一步来考虑 因为过去政府在公共支出这个部分 事实上它的比重是这个比较低 所以这个新政府 它未来要去发展这个五大创新产业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扩大这种产业的一个调整 创新产业结构 那如果能够调整成功的话 那我想会带动整个经济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蔡英文呢 他在选前所提到的一个财后理论 那财后理论就是 我们把这五大产业如果放在一起 那去点火 那点火呢 这个它就成成比较大的一个能量 那进而成为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但要达到这个引擎呢 要整个火要点起来 事实上还要有一些方便的一个配合啦 所以就是目前台湾的这个五缺 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工缺人才 但这个部分如果能够一一去解决 那进而去发展所谓这个五大创新产业 那成为台湾经济成长一个这个重要的引擎 那我想未来台湾的经济成长 还是这个有希望的 嗯 要整触及经济发展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 李沃强 李教授 针对中国大陆人行自经营起降准两码 还有刚落幕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有哪些焦点 而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部分 为我们做深入的平息 非常谢谢李老师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